大家好,这里是江秋夜读,人的一生,如同在爬山一样,过了一关又一关,关关难过关关过。 确实,从出生那一刻起,我们都要开始人生之旅,要经历学业的难关,工作的难关,婚姻的难关,等等。 每一次都是一场艰难的考验,慢慢地熬到了老年,以为可以惊松了,依然面临着老年的一些难堪。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,人老三个砍,熬过就长寿。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,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,您的点赞支持和评论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,感谢大家的喜欢。 科学研究不断揭示,长寿并不只是遗传的恩赐,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选择。 从地中海饮食到定时定量的锻炼,从积极的社会参与到心理健康的维护,每一项看似平常的日常习惯,都是抵达长寿秘境的一块拼图。 那么,人老三个砍,熬过寿命长寿的世事奶三年砍,对此老年人要早知道。 一,55岁。 民间有一句老话这么说,人到55,阎王爷都要数一数。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,人到了55岁,可能会开始面临着一些困难,很难熬的过去,提醒人们一定要多注意。 因为在古代,医疗条件没那么先进,古代人的平均寿命相对较短,大概只有28岁左右。 所以,能够活到50多岁的人,也算高寿了。 但是,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比古时候好多了,医疗水平更是高出不知多少个档次,到了55岁,还不能算很老,只能算到了中年的后半阶段,即将要进入老年阶段。 所以,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,55岁这一年开始,即将要进入中老年的过渡期,这段时间会感觉身体开始衰老了, 做一些重的体力活,也开始力不从心了。 在古代哲学的世界里,55岁不仅仅是一个数字,它是阴阳交错的神秘符号,预示着生命从旺盛到沉稳的转变。 这一年龄如同秋末的落叶,默示着生命的一个循环即将完成,而另一个循环的门飞缓缓开启。 人们常说五十之天命,但在现实中,许多人在这个节点上却迷失方向。 身体的变化和心理的波动,交织成一张不易解读的图谱。 现代医学将这一年龄段的变化描述得更为精准,它告诉我们, 55岁是一个生理和心理均达到临界点的时刻。 2.69岁 为何说69岁是一道坎呢? 因为这是人退休后的第一个十年期,还是逢九年。 古人认为,每遇逢九年,人的运势就会比较动荡不安, 而且还会伴有大难或者灾祸之事。 可谓是多灾多难的一年,如果不注意,轻者闹病破财,重者显向还胜。 为此,69岁就成了老人格外注意的一年,一旦安稳度过,就意味着未来还能活很长时间。 这一点,为什么说很多老人跨不过70岁,有些人基本处在65岁的时候,就开始疾病大爆发? 我们可以说,在这个阶段,男性的老人是处于下风状态。 可以说,男人在生命周期里面,稍微劣等于女性老人,为什么这么说? 原因有以下几点。 在社会中,特别是在我国,一个男人,特别是结婚以后,男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压力不言而喻,从年轻就开始,背负着赚取买房子和买车子,甚至是娶老婆的本钱。 在这个激烈的社会中,赚钱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。 所以,在20至30岁之间,一些年轻人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去换金钱,每日每夜人,鸡一餐饱一顿地为了自己美好的生活再努力拼搏。 尤其是,熬夜,喝酒,社交的种种应酬,是很容易拖垮一个男人最基本的身体健康的。 从20几岁开始,就有可能埋下了病根,根据现在临床的很多数据,特别是中年50几岁时候,就发生胃癌,肠癌,这些都是在年轻的时候,卫生美好生活自己给自己埋下去的坑。 在中年的时候,就开始大爆发了。 当然,很多时候,有些本身体质好的,就有可能在60至70岁的时候爆发。 三,84岁。 很多老人,一到84岁,就心神不宁,担心自己过不去这个坎。 这种说法起源于孔子和孟子死时,分别为虚岁73和84。 四,因为人们对孔子和孟子十分崇敬,称他们为圣人,而圣人不在这两个年龄死去。 平民百姓就认为不容易迈过这个坎了。 人都惧怕死亡,一旦周围有人在这两个年龄去世,就更加印证了他的真实性,加剧了人们的恐惧。 专家指出,疾病的发生和年龄没有必然联系。 老人们之所以担心过不去这两个坎,更多的是心理问题。 因为进入老年期后,老人各项功能部开始衰弱,患多种疾病的几率会逐渐增加。 大部分人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,担心到了73岁、84岁时,自己挺不过去,就会更加心烦焦虑。 这种心理暗示会加重原有病情,甚至危及生命。 北京电视台一项调查显示,在30万份死亡人口档案中,73岁和84岁死亡的人数不突出,近两年这两个年龄死亡的人数还在减少。 其实,如果老年人若能做到以下几件事,会更受到长寿的青睐,不用过分地担心砍年。 饮食健康合理,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,消化能力也会不如从前,所以饮食上一定要注意调节。 饮食上过于放纵自己,消化不良,就容易发胖,身体也容易出现问题。 老年人饮食要尽量做到以清淡为主,多吃蔬菜和水果,适量吃高蛋白低脂肪的肉,不要吃太多的肉。 要合理地搭配饮食,饮食多样化,摄入充足的营养,摄入足够的维生素等营养元素。 吃饭吃七,八分饱,饮食有规律,对于健康长寿是很有帮助的。 保持良好的心态,心态对于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,健康长寿的老人往往心态都很好,而忧虑过度,负面情绪太多的老人,往往就不容易和长寿节缘。 所以,老年人要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,即使到了所谓的坎年,也不用过度担心,忧愁,不要总给自己心理暗示,开开心心地顾好当下,其实并没有所谓坎年,与朋友们共勉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,并且让你深有感触,希望您能分享给身边的人,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最后,期待与你的互动。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